感谢各位议员针对如何协助企业应对挑战所提出的建议 我们理解许多企业都受到经济疲弱的影响 纷纷希望政府能推出短期措施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实际上,不同的企业和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不太一样 因此,政府推出的措施必须有针对性 我们有为企业提供一些紧急的短期措施 但这好像比一般的止痛药 可以带来暂时的舒缓 但是,治标不是本 不亦过量服用 关键的是,我们要帮助企业提升和扩大业务能力 对症下药 强身健体 我们呼吁商会和商团的领导层 继续与政府紧密合作 带领他们的企业会员转型、创新 这样一来 企业才能在讯息万变的环境中占有优势 抓住新机遇 开拓更多商机 不断地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